公元234年,诸葛亮军与司马懿军在武藏元进入对峙状态。 趁此事迹,孙权出兵12万北上攻打魏国。 孙权亲率10万人猛攻合肥30日不克,反倒被曹魏征东将军蛮宠弄得灰头土脸。 本期视频详解此战经过。 新人求关注,请多多点赞。 公元234年5月,孙权派遣上大将军陆逊,大将军诸葛锦率万余人,沿汉水北上进攻襄阳。 镇北将军孙韶,奋威将军张承率万余人北上攻打淮音。 孙权也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新城。 吴蜀两国二十余万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曹魏形成合击之势。 6月,吴军把合肥新城团团围住。 此时,在寿春的征东将军蛮重打算率军救援合肥。 但田一将军田豫认为合肥新城城高持身,加上首将张颖骁勇勇善战,短时间内足以保证合肥不适。 而且孙权此番很可能是以合肥新城为诱饵,因我军前去决战。 吴军此时士气正盛,贸然救援很可能被孙权击败。 不如用攻城战消耗吴军士气,待吴军疲惫懈怠之际,我们再出击,必然大获全胜。 于是蛮重采用了田豫的计策,暂时按兵不动。 远在洛阳的魏明帝曹锐召集群臣一事,曹锐打算御驾亲征。 魏真上奏说,孙权只是为了响应诸葛亮,不过做做样子罢了,合肥成高持身,根本不用担心,陛下不用御驾亲征耗费前两。 但曹锐不听,恰逢蛮宠上表建议放弃合肥,把吴军引诱到寿春,再一举歼灭。 曹锐回复说,西面的祁山堡,南面的襄阳和东面的合肥,是魏国最重要的三座堡垒,怎能轻易放弃,命令满宠务必,坚守城池,等他率军来源。 同时曹锐派征属护军秦朗,率两万人马进入关中支援司马懿。 再次命令司马懿一定要坚守不出,等到蜀军粮草耗尽,诸葛亮退兵时再发起进攻,必能大获全胜。 虽然曹锐下定决心要亲征,但军队的调动和粮草的转运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。 6月底,孙权大军已经在合肥日夜不停地强攻了一个多月。 合肥微如泪卵,曹锐的大军还在洛阳做准备。 这时满宠麾下的军队正在轮番休假,见合肥危在旦夕,满宠上表曹锐,表示要集结所有的部队迎战孙权。 曹锐吃意不绝,散其尝试刘少表示满宠应当坚守不出,避开敌人的旺盛气势,等敌人疲惫松懈时在狠狠打击。 而亲征大军可以派五千步兵,三千骑兵先行出发,大张旗鼓地进军。 等临近合肥时,将队伍排列疏散,类动战鼓,多数旗帜。 看到大军到来,吴军必定自乱阵脚,甚至不战自退。 曹锐采纳了他的计策,调遣八千精锐步骑,命其立刻南下一计行事。 7月,曹锐率大军从洛阳到达许昌,然后打算乘坐龙舟顺营水南下进入淮河。 曼崇得知消息后,立即集合本部兵马抢先赶赴合肥。 此时的曼崇连上三表都被皇帝驳斥,心情极其郁闷,他打算抢先一步拿下一些战功挽回颜面。 于是,曼崇在军中召集数十名死士,趁夜在合肥城外折下松枝作为火把,灌上麻油,再顺风放火。 火势借着锋利迅速蔓延,烧毁了吴军的大部分工程器械。 孙权派侄子孙泰前来救火,满宠命中军放箭拦截,结果孙泰被当场射死。 没了工程器械,又收到曹瑞御驾亲征,离合肥还有几百里的消息,孙权顿时惊恶失色。 因为曹瑞之前只是在洛阳坐镇后方,偶尔到长篮许昌转转,更何况亲身赶赴前线了。 所以孙权根本就没想到曹瑞会御驾亲征。 此时,满宠大军已到合肥附近,张颖等人又聚成死战,短时间内很难破城。 军中又爆发了瘟疫,孙权只好下令撤军,其他两路大军随后也撤出战场。 此时,诸葛亮和司马懿还在魏南对峙,有大臣建议曹瑞调转船头前往长篮都站,但曹瑞却笑着说,诸葛亮要是知道孙权退兵了,估计胆子都要吓破了,有大将军司马懿在,没什么好担心的。 8月,吴国退兵的消息传到诸葛亮大营。 这个坏消息意味着曹瑞可以腾出手来,抽掉大量兵力支援关中。 诸葛亮本就时少是凡,又传来这个噩耗,导致他因基劳成疾而病倒。 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,刘善派遣尚书仆社里福去武藏园探望诸葛亮,并且问询国家大事。 里福问道,丞相百年之后,谁能肩负起国家的责任? 诸葛亮说,蒋婉可以接替他。 里福又问,蒋婉之后,谁能担当重任? 诸葛亮说,费医可以继任。 里福再问,费医之后还有谁可以接任? 诸葛亮没有回答。 之后诸葛亮向麾下将领交代后世,要求杨怡和费医同领各军撤退。 由姜维和魏延负责断后。 公元234年10月8日,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武藏园病逝,享年54岁。 按照诸葛亮临终部署,杨怡将为密布发丧,整顿军马从容撤退。 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已死,率领大军追击。 将为率领断后的军队抵挡。 但见蜀军退而不乱,断后的蜀军又斗志昂扬。 司马懿不敢再追击。 于是蜀军从容退去。